我們來談創用CC 在Google上你搜尋創用CC就會找得到 創用CC相關的說明 這個是我們的作品在產生的當下 已經 接受了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 你的作品基本上是受到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別人要引用 必須取得你的同意 才可以 採用你的作品或者是引用 那這也會造成相關人士的一些困擾 或者是 有些人對你的授權條款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發展 現在我們大力推廣創用CC這個授權方式 讓其他人很快知道你這個作品是屬於哪一種 是 可以引用 還是不能引用 還是相關規定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屬於標示 姓名標示的部分 如果你作品只要標示姓名 就接受人家 的一些 引用或者是 拿來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選用這張圖示 那你也可以加上非商業性 我讓你用 可是不准你做商業行為 這也可以 然後 然後這邊有 然後這邊有相同方式分享 我讓你用 不讓你做商業行為 如果你想 想改我的東西 想改我的東西請你要用相同方式分享 什麼意思 你改我東西之後 你也要把你改完的東西分享給別人去改 這叫相同方式分享 然後有一個等號的這個叫禁止改作 我的作品不讓你改 我讓你用 可是我不讓你改 再來一個是 我請你要標示姓名 然後 不准 做商業行為 也不讓你改 然後這個是 再來是 姓名標示 相同方式分享 就不管你有沒有 商業行為 這幾大類大致上 夠我們目前 所謂的 智慧財產權的 一個分類標示 這個 大致上大家都夠 另外有一個公共領域的授權方式 這也是值得 去 探究的 如果你更open一點 就什麼都不要管 就是所謂的 把你的作品放到公共領域去 這是創業行為 你可以把這些圖片 下載下來 放進Squatch 你的作品裡面 人家一看到 馬上就知道 這是創業行為 還不錯的東西 建議大家 你在你的作品上面 要分享的時候 你應該做一點標示 你一個人的作品 你應該做一個人的作品 你應該做一個人的作品